小区里面就有码头、餐厅、玩具厂、钓鱼码头 那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跟我来看一套海边别墅 这个房子呢,那个马路那边就是海边 是个小山坊的,来看一下 这个呢,它为了更好看一点 所以下面的柱子全部都刷油漆 一个车库 海边的房子全部都是架高的LV 这边是一个淋浴的 来看看,二楼 你看这海边的生活就这样 就躺着吹吹海风 啥也不敢 老外的话尤其喜欢就是在海边摆个沙滩椅 然后日光浴,晒得窝黑无味的 这跟前面我们看的几个房子户型都是一样的 这户型一进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餐厅,餐厅,客厅的组合空间 这麻雀睡小无战俱全 这边是一个洗衣服的 吃我,两个吃我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个每一个浴室它的设计风格都是有点不一样 这边是主窝 主窝有两个窗户 关系要很好 再做卫生间 麻雀睡小无尊俱全 上房两位,洗衣房客厅厨房餐厅延台 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无边的海景 怎么样?喜欢的话,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1 。 0 0 1 1 1 i 2 4 4 You love the city stay by the side And my life's shining through me every day